大家好 批评书 继续关注北京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这几天北京有一个脑人家去世了 这个人大命顶顶 或者说是非常重要 谁呢 范承秀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人 没听说这个名字 范承秀 99岁 老红军 我跟你说 经历过所谓的共产党的逃跑 这个25000里长征 这个老红军 这个人是谁呢 是薄新来的岳母 古开来的亲妈 很有意思是不是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现在北京都在说 很多人在谈 谈的是会声会色的 他为什么会谈呢 他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共产党 这么多年 他们的这些个 这些个牛蒙地痞 互相是逗来逗去的 大家的日子过来都不大好 但是有一个现象 一直是传下来的 就是只要有某一排的 是你倒了以后 其他的人都是什么 就是避之不及 是吧 就是有多远滚多远 甚不怕跟我沾上任何关系 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 但是我的级别 我的这个接触的级别很低 但是你可以略见一般 你比如说 我先说大的吧 比如说当年赵紫阳 是吧 被软禁了 江泽云稿的时候 所有当年的这个什么 赵紫阳的部下 都没有几个人去看赵紫阳的 就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几云 结果呢 江泽民不让他看 田几云就一个人 坐在这个人民大会堂的 这个台阶上面 就就等 我就等 我等你出来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要见过的老领导 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少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什么 避之不及 你比如说这个温家宝 你应该说温家宝 胡锦涛这两个人 都是得益于火耀邦 你知道吗 但是火耀邦去世的前后 这两个人都不敢见他 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赵紫阳也是 尤其是温家宝 直接是赵紫阳的办公室主任 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从来没有说公开的说过 我怀念我的脑领导 不敢说 大家都是避之不及 这构成的一个传统 但是构成一个共产党内斗的 一个非常可笑的无耻的局面 比如我当年在小地方婚的时候 有一个哥们 也是一个针局级的干部 因为贪污的事情被抓进去了 在监狱里面身体不好 非常的差 想把外就医 然后就从监狱里 好不容易争取一个打电话的机会 打出来 就打给我 另外他的一个朋友 刚好我在身边 你知道吗 就是当时的反应 我心里就蛙凉蛙凉的 就说哎呀 我现在在忙 其实啥事没有 在车里面 司机在开车 他在旁边在睡觉 我现在忙 正在开会了 我等会和你打过去 你想想他在监狱里面打电话 你怎么打过去呢 估计对方在电话里面都听了 都哭了都 就是你 就是什么人走茶凉 这个东西在共产党的这个土匪窝里面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 范承秀这个老人家 我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至少人家99岁了 就是老人家去世以后 他是这个薄熙来的岳母 是古开来的亲妈 这时候你会发现 范承秀去世以后 他的那个追导会 他的那个后世的一些一个办理的过程 构成了一个北京市这两天的一个最醒目的一个政治秀 在这个追导会的现场 摆在最中间的一个大花圈 最大的花圈 就是这个薄熙来和他的老婆 古开来的花圈 熙来和小丽 小丽是谁呢 就是古开来的这个乳民 是不是 你按照正常情况下 古开来是什么人 古开来是他的最小的闺女 他有五个孩子 俗称是五朵金花 知道吧 应该是你 我们家里也是有四个孩子的 是不是 你脑大就是脑大 脑二就是脑二 那你根据你的这个出生的时间 你是有是有等级的 是不是 你最小的一个孩子 你为什么你的花圈摆在中间 那应该是长子摆在最中间 是吧 或者长女摆在最中间 为什么呀 因为古开来和他的薄熙来的观众的最大 最有影响力呀 是不是 所以北京人就是就就就就就私底下议论呢 就整个博家实力啊 包括薄熙来的团队 包括薄熙来的他们的一伙的像什么基本上江派吧 你就可以这么讲 就是江派 因为江派主推陈良宇之后 江江泽民就主推的就是这个那个谁嘛 就是薄熙来嘛 就是基本上就把它搞成那个政治秀就是像这个什么啊 像习宝子示威嘛 我这个老人家去世了 你想想嘛 他也有道理的啊 你想想这个那个薄熙来是什么人呢 自己的老爸老红军 什么薄一波 然后自己的丈母良也是老红军 你这种身份 他根本就不会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包括习宝子 所以他被送进秦城监狱 然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个东西啊 除非你有一天告诉我薄熙来真的有死了 人一死了就算了啊 就大家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只要薄熙来一天不死 我跟你说 他每一天都是他翻身起来解放全中国的机会 每一天都是有可能他突然从秦城监狱杀出来 直接要了这个习宝子的脑袋的机会 什么习宝子 温家宝 胡尹桃这些这些家伙 薄熙来都要把他们干死 那么我们作为吃瓜群众 那我当然希望薄熙来出来啊 斗啊 是吧 斗得越凶越高兴了 是不是 最好是你们家破人亡 互相残杀最好了 这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 是不是 说这个薄熙来啊 他据说在监狱里面啊 他没有一天放弃我翻身 这个这个拯救中国人 与苦海之中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使命啊 说之前 一会儿说他等到挨着呢 一会儿又说他在监狱里自杀了呀 这些给所有的这些消息都是习近平 有意识的放在一些丰盛里面 你知道吗 所以每一次东北出事 你就靠了其分析 尤其是辽宁 沈阳 大连出事 你就靠了其的分析啊 你绝对是皮包子 绝对是薄熙来的人呢 在在在在干事 在不断的释放消息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当你看到习近平的人 在释放消息 说薄熙来已经病重了啊 得到癌症呢 不止之症呢 薄熙来已经死了啊 薄熙来已经自杀了啊 这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 赶紧你也释放出一些消息 你怎么释放消息呢 就是闹事啊 是不是 一会沈阳街头爆炸呀 一会大连有什么爆炸呀 一会有这个一会那个呢 是吧 反正又不断的那有事 告诉你老薄啊 薄熙来的十年还在 薄熙来随时有可能起来 那人家薄熙来之所以有这么好的信心啊 之所以认为自己还可以东山再起 这个东西首先第一 他有他有传统共产党是不是 那很简单的 你比如邓耀平70多岁才翻身 是不是啊 快快8070好几的人了 你不知道是吧 现在薄熙来也就是也就是70岁左右吗 还不到70吧 他跟细胞子的年纪差不多的嘛 是不是 你再过10年 80岁他都有可能杀回来都有可能 是不是 你耽误他那么多年 再说了 他说这个范陈秀这个人呢 这个老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老女共啊 老共匪 其实你看他的一生的故事也是蛮感慨的 真的蛮感慨的 你看他57年反右的时候 因为他为自己的朋友说了这句话 光机就被打成右派 然后完了以后 那个时候就怀了自己的最小的闺女 就是薄谷开来 完了以后呢 这个当时他的老公叫古锦生 古锦生也是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 完了以后就说这个 那些如果你想自保的话 你就必须要跟这个叫什么 他老老婆范陈秀要离婚 结果那个老谷呢 就死活 不愿意跟自己老婆离婚 是吧 结果就导致古锦生一辈子没有 当上特别大的官 如果当时也是这个跟自己老婆离婚的 大意捏亲的话 说古锦生至少可以当上一个副总理 还说这个范陈秀自己的女婿入狱以后 就双规以后 说这个范陈秀给胡锦涛写了一封亲笔信 要求这个在双规期间 见一见自己的这个什么女婿 说的写的是有情有义的 他说你看那 而且是写给这个李元朝的 并报这个习主席 就胡主席说的是什么 我是薄熙来的月母 月母我请求面见薄熙来 我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 是和他生活在一起 我非常想念他 双规依法人身自由的 我是可以见他的 我15岁月参加了八楼军了 第二年加入共产党 终生为党为人民服务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 能见一见戏哪一面 死而无憾了 然后他疲劳过度身体不好 我很惦念 说这些话挺有意思的 你共产党 虽然我们骂他们 共产党这帮东西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他们面对自己的亲情的时候 那可不就是还是说的是 有情有义的吗 是不是 还挺像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我们说过无数字 中国文化是讲什么文化 讲孝顺是不是 很多中国的人 就是在自己家里对自己的父母好得很 就跟我一样 对自己的父母真是百依百顺 特别孝顺 但是一出来以后 就是杀人如麻 草奸人命 你看这个共产党 他们自己的内部 说薄熙来 我很怪 这是我的女婿 我很关心她 你如果不了解情况 你还觉得这些人其实挺好的 这就是共产党的内斗 所以我看到这些个消息 我觉得其实挺感慨的 你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觉得共产党 你搞这些个破游戏规则 搞一个破东西 你其实你们自己没得到好处 是不是 你说你范成秀 你都这么大年纪 你终于挂了99岁 你死之前 你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婿 而且关系是你自己的小女儿 古开达 现在还关在这个 叫什么 叫做北京京交的 那个那个叫湘河 还是不是湘河 是是是是 叫潮外河那边 监狱里面 你 而且是她的最小的闺女啊 我们家也有最小的闺女的 我爸最喜欢的 就是自己最小的闺女儿 哎呦 妖儿妖女命甘心 你知道吗 真的是 我们这些个中不溜秋的 就是你死了活了 父母没人管你的 所以你想 你说想一下 她肯定是非常疼爱 她的小女儿 你也见不到 你说共产党 你们自己奴役中国 曹菅人命 迫害中国老百姓 你把中国老百姓 搞得是诸葛不如 你们自己的日子 其实也不好过 关键是你薄熙来 你现在也还在监狱里面 他们说这个 共产党有一批人 每一天都等着这个薄熙来 突然杀回来 他们觉得这个 你语气 相信什么汪洋上来啊 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 有这个那个的上来 这没什么用 中国最精彩的政治篇章 一定是薄熙来 有一天突然杀回来 然后把这个整个中 杀那个 拼甲不留 完了以后 然后再重新把中共再折腾一遍 把中国再折腾一遍 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分析的话 我觉得薄熙来跟习近平 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 但是呢 薄熙来比习近平的文化 要稍微高了一点点 诗也稍微开阔一点点 也许好一点吧 不知道 反正薄熙来也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 相比习近平 应该没那么好笑吧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太蠢了 知道吧 长期念错别字 完了以后 我觉得他特别傻 别觉得对他的存在 对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一个侮辱 知道吧 共产党的事就这样 所以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他们告诉我的 说 你就像我说的 永远不要低估美国 他们说 你永远不要低估这个薄熙来 说不定有一天早上起来 你把电脑一打开 发现 哇 薄熙来杀回来了 细胞子被砍头了 都有可能的 我们乐见其成 谢谢大家